嗨,大家好 每次来到这里都觉得景色好美啊 今天约好的和女儿去车馆所更新我那个驾照 我的驾照已经到期了 在网上操作了好几次都没成功 我网上驾的 不像他们这瓶子他们定期有人来收 哦,是不 这倒是个新发现 这些瓶子可以攒起来 有专门的公司上门来收 他们还会提供装瓶子的这种袋子 我女儿从小就特别的勤俭节约 原来我们在一起住的时候 我们每次都把瓶子都攒起来 攒多以后就拉到回收站 换个十几二十块钱 既环保又能赚个菜钱 在美国考驾照 换证件 或者办ID都要来这个车管所 所以这里永远都是特别的繁忙 没有一定的耐心 在这里就没办法把事情搬成 因为我女儿也是刚刚换完了她的驾照 所以她对这里清澈熟路 她知道需要带什么证件 在哪里排队 在哪里等待 这次驾照更新以后 在美国坐飞机就再也不用带护照了 所以以后在美国境内旅行 会省去很多的麻烦 来美国吃官所你就会发现 这里既有年满16岁的年轻人 也有年事已高 行动也不怎么方便的老年人 因为在美国 老年人或者是身体有残疾的人开车 都是司空见惯的事 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 所有的停车场都有专门为残疾人 提供的最便捷的停车道 看这里还有专门为残疾人提供的考试座位 怎么这么大的年龄还要坐在这 继续考驾驶执照呢 原来美国法律规定 年过70岁如果更新驾照的话 必须要重新参加考试 因为年龄越大 得老年痴呆的概率越高 为了减少马路杀手 必须对他们进行重新测试 我们在称文所耗了整整三个小时 终于把这个头疼的事给解决掉了 回家咯 这正是高峰期 那女儿给我给了条裤子 一定要让我穿上 看看这个 露大腿的裤子我能穿吗 看 这是女儿淘汰给我的膝盖裤 回家的路本来是半个小时 结果因为堵车开了一个多小时 我先生下班后 我给他讲到了车管所的所见所闻 他却给我讲了一件 他年轻时经历过的事 那时候他接待了一个癫痫病人 按照美国法律 如果医生发现病人有癫痫的话 必须要向政府报告 因为法律规定 癫痫病人是不能获取驾照 开车上路的 那天他就接待了这么一个病人 他立刻就把这种情况 报告给他的上司 可是他的上司不想得罪病人 就对他说 这是神经科医生的事 可是我先生说 这是我接待的病人 他有癫痫疾病 我们必须要向上汇报 什么原因你必须要说这些 什么原因 我必须要报告 症疾病人 到政府 是的 所以政府可以决定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going to take away this person's driving license because people who have brain disorders like seizures can end up killing lots of people on the roadway 所以你会测试很多人的生命 Well, it can save lives We don't know when or who but we know that in the long run yes, it will save lives Okay, you are so nerd Your boss will be upset My boss is upset or was upset that was years ago because I was embarrassing him for him not complying with the law and I was embarrassing him that he was trying to openly convince me to defy the law So, you didn't send the paper to the government? Oh, I did You did? Oh my God My boss can't tell me that I'm not allowed to comply with the law Yeah Wow You can fight with your boss How dare you No I, no Oh my God I, no I'm not allowed